你怎么把他带到这儿来了 周队 你怎么把他带到这儿来了 这是我们队长 谢谢你救了我 不客气 这是我们警察应该做的 你为什么把我带公安局来 为什么不让我回家 你没跟他说清楚啊 我 我说了 他不听 非要见领导 行 你们去把那个散灰的材料 整理一下啊 好 白小姐吃吧 对 坐 把小鹿 就是小鹿的那个小鹿 这样 那我有必要再重新重复一遍 你呢 作为今天晚上这个事件的 见证者和证人 有必要配合我们警察 把所有的经过 给我们录个口供和视频 有便于将来在法庭上 我们可以 对不起 我想问一下 那个挟持我的人在哪儿 关起来了 那你去审他呀 干嘛我 他我们会审的 但你的情况 你的问题 有必要跟我们说清楚吧 我的问题 对啊 我有什么问题 你去叶总会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会跑到我们 布空的房间里来 我被挟持的时候 我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当时也在场啊 我说了我去那儿就是要钱的 结果我喝多了 把你们内污当成了爆玩内污 然后就被当成了人质 最后跟着你们飘逸了一把 你 要钱 跟谁要钱 老包 你客户 不好意思啊 你刚刚说什么 你 你们这个行业不都是这么称呼的吗 好 我哪个行业的 这还需要我说吗 像你这么年纪轻轻 不拿自己的青春和身体当回事 出来瞎混赚点零花钱的女孩 我见多了 别那么激动 来 先坐下 继续说 你记住了 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我是一个编剧 编剧 对 既然是编剧 不好好在家编故事 跑到那种地方干什么 穿成这个样子 我这么说你行吗 我要投诉你 投诉我什么 你看你那样 你根本就会做一个警察 你 你就是个地皮 什么 地皮 再说一遍 丁田 我说啊 我们这可有监控啊 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 我负责 那他能对他说的话负责吗 你怎么这样啊 我们这些人辛辛苦苦三个月的工作 今天差点让你给搅黄了 我们都没说什么 而且要不是我们头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你 你还能站在这儿放魂吗 那他应该做的 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是警察的职责 小姑娘 咱做人做事得讲良心 行了 别跟他说 我不跟你瞒见识 我不管你是编剧也好 做什么也好 你必须老老实实 把今天发生的事情 一个字不落地给我说清楚 否则的话 别想离开这儿 来 站住 去哪儿 把话说清楚 还能老实点啊 别动 别让开 别让开 别让开